各位觀眾們晚安 歡迎收看六月十四號公共電視 有話好說 在上禮拜四 我們討論了烏克蘭戰場的一個 最新進度之後 接著在上週六開始 這烏克蘭軍隊 就在至少四個前線地區 來進行反攻行動 而且是小優斬貨 好 這包括像是拿下盾內刺客 還有雜波羅勒部分領土 十二月三號 他們拿下三個村莊 十三號再添四個 各位 今天最新當地的消息 再增加一個 所以現在是已經八個村莊 拿下來了 而這面積總計 當地的官方評估 大概是一百平方公里 就連俄羅斯這雍軍兵團 這個瓦格納集團的領導人 普里格金也證實這項數字 而且普里格金很好玩 他在網路影片裡面還稱讚說 烏克蘭武裝部隊戰力厲害 好 而且他還確認說 他的這個傭兵部隊呢 會在八月五號 會重回前線 說實在話啦 一百平方公里 各位知道也不是說很大面積 十乘以十 所以他就是一個十平方公 十公里跟十公里 假設啦 因為他面積不會那麼準 但是如果是一個正方形 十公里跟十公里的一個範圍 各位對於一個戰鬥來講 這不是一個大範圍 不過因為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現在在那邊烏克蘭 採取的不是大規模 機械化部隊去做一個攻擊 而是小規模 什麼叫小規模呢 就是他可能是用金兵 然後摸索對方的弱點 然後再透過步兵 無人機還有裝甲車的結合 然後對一個近距離的目標 來做一個針對性的 一個小範圍的攻擊 所以當然推進速度不會太快 而且另外還有一個點 也很重要 他們不是得到西方的 武裝設備的一個協助嗎 厲害了 各位要知道 西方有提供一些什麼 夜視光學的設備 所以這個優勢也讓他們 有些地方採取夜精作戰 因為對方的那個戰備的工具 沒有到夜戰這些 所以這邊來講話 烏軍是不是他的勝率 就會增加 所以總之整體來講 現在烏軍沒有把速度放快 而是採取逐漸 削弱俄羅斯的編隊 而且降低他自己這邊 人員傷亡的機率 所以速度來講 沒有太快 不過在俄軍的部分 十四號持續飛彈攻擊 而今天最新的消息 就在十四號的星塵 是對港口城市敖德薩 來做一個攻擊 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十幾個人受傷 而且根據當地媒體報導說 被轟炸的地方 都不是軍事設施 或什麼彈藥庫 集中還包括一家麥當勞 所以也有戰略的角度來分析說 會不會現在他們在一個戰場上面 目前看起來是稍微具有弱勢 所以他們就用飛彈 打過去有一個戰略的目標的 一個效果 另外也透過這樣的一個攻擊 狀況之下 他們把一些可能會敗退的地方的 一些資源往後運到 他的俄羅斯去 所以這也是當地媒體 現在觀察到的現象 不過這樣的一個狀況 對俄羅斯來講 應該也是點滴在心頭 所以俄羅斯總統普丁在他們的俄羅斯日裡面發表談話的時候坦承 目前正在經歷一個困難的時期 他在跟媒體會面的時候坦言說 俄軍現在限制這個東西 包括例如說精準導引的這個彈藥 或者是通信設備 或者是飛機 或是無人機等等 他承認說俄羅斯有這些東西 不過很不幸的是 數量上來講不夠多 而且普丁也說 如果現在兩邊要停止衝突 他也開了一個條件 提了一個方案 就是說是不是你西方國家 就停止提供給烏克蘭這些武器 好 OK 他就說 所以解決問題的關鍵 在西方國家這邊 但是這個角度 對於烏克蘭講 我們都知道 烏克蘭之前不是講過 他的目標是要把塑的 師徒全部拿回來 所以這場戰役 現在看起來恐怕不是 短時間能夠結束 而世界各國是不是做好準備 未來這樣戰爭 以及國際的局勢 又會如何的演變 今晚我們要繼續來做 深入的探討 介紹 今晚來賓 另外介紹是 政大國際事務學院院長 林鴻英 林老師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另外介紹是淡江大學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主任 鄭清波 鄭老師 主持人 兩位來賓 各位觀眾大家好 大家晚安 接下來介紹是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所教授 楊善英 楊老師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各位觀眾朋友 今天晚上我們就先從 俄烏武戰最新進度來看起 烏軍向烏東巴赫姆特推進 攻擊俄軍佔領的據點 烏軍釋出這段影片宣稱 週末以來的反攻行動 取得進展 已經從俄軍手中都會東部和南部起座村莊 歐羅斯總統普廷 歐羅斯總統普廷 星期二會見戰地記者時坦誠 俄國在這場特別軍事行動中 的確出現軍備不足的隱憂 但是他強調烏克蘭的損失 比俄軍慘重得多 普丁表示 目前解決問題的關鍵 掌握在西方國家手中 如果他們真的希望透過談判 結束衝突 就必須停止供應武器和裝備 給烏克蘭 在此同時 俄羅斯盟友白俄羅斯宣稱 普丁承諾在白俄境內部署的戰略核武 幾天內就會倒位 這比普丁先前提出 七月上旬的時間表更早 白俄總統盧卡深刻強調 部署核武是他主動提出的要求 因為不會有人跟有核國家開戰 他希望藉此嚇阻外來的潛在威脅 外界猜測 這些武器屬於短程 且威力較小的戰術核武 這也將成為蘇聯解體以來 俄羅斯首次在境外部署核武 這個動作引發中美等國的關切 警告別用來攻擊烏克蘭 但普丁反稱 美國早在歐洲國家部署核武多年 故事新聞的會名別譯 好 我們剛剛看到這戰術核武的部分 我們最後會來做探討 因為這對於一個戰爭來講 那簡直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但是我相信不會是最早要去因應的部分 不過畢竟發生了 我們最後會來做探討 前面到現場 我們先帶各位看到 我剛剛不是告訴各位嗎 最新的進度出現了第八個村莊 他們拿下來了 我們帶各位看一下這個地圖 來 各位我們看到這張地圖 是來自於烏克蘭 一份叫做基輔郵報 他們所畫的地圖 因為我自己去找那個圖 我真的我看不懂那個語言 我會覺得可能跑醜 所以我們就用基輔郵報來幫助我們 好 基輔郵報 我們可以看到從十二號開始 好 十二號我們剛剛講 就有三個村莊打下來 各位在我們的圖 在比較靠右邊 盾內刺客這邊 好 那十三號 這個盾內刺客跟渣波羅勒 都各 就是有一共有四個 另外一個在渣波羅勒的 這個地圖的左下角 因為比較遠一點 我們就沒有拔劃進來 好 各位我們看到 都是在渣波羅勒 還有盾內刺客的交界的地方 然後我們剛剛不是講 又今天十四號 最新消息又增加一個 各位就在右下角 看到烏羅雜伊內 各位那個就一個翻譯了 所以不一定翻譯 大家的一樣 但是至少就是六月十四號 各位又新增加一個 當然你看一下各位 這個距離不算太遠 所以這樣是小範圍 逐步 逐步的這個推進 當然這個我們後面 也要來做一個進步探討 不過回到就是現在兩軍交戰 現在對這個戰況 雙方的一個看法 我們先來看到的是 在另外先看到俄羅斯這邊 我們剛剛看烏克蘭對不對 好 俄羅斯這邊呢 他們是有談到說 所有的志願分潛隊 六月底前跟國防部簽訂合約 要提高俄軍的戰力 因為這部分也簽得到他們的一個 指揮系統的部分 好 這也包括我們剛剛講到的 瓦格納集團 所以如果依照我們剛剛說法是說 他在八月份他會回到前線 好 這也代表這段時間 他們要去做一個協商 因為瓦格納集團說 他不想跟國防部簽任何合約 所以之前他們有一些狀況 看起來是對於金領有所不所收受 所以會不會影響到俄羅斯外的戰力 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地方 而俄羅斯總統普丁 在俄羅斯日友講 目前是一個困難時期 而且他也在後面跟這個媒體講的時候 他的戰力看起來雖然有這些東西 但是有些武器真的不夠 好 那另外呢 也有俄軍開始有人叛逃 像是一個空官米少夫 就想說他拒絕成為罪行共犯 而在北約部分 也進行史上規模最大的空軍演習 他們有一個強烈的政治意涵 要讓俄羅斯知道 你如果之後攻擊北約成員的效果 你就知道 好 所以我要請問一下 劉老師 如果就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你覺得俄羅斯目前是真的資源不夠 還是說是我打仗 我也就是不想讓你知道我太多 因為我現在慢慢地緩緩地往後退 我可能要保留戰力之類的 是俄羅斯真的不夠嗎 還是說這場仗打下來 俄羅斯真的已經是兵伐 這個武器也會 潰不成軍 還是就是減少了 您怎麼樣看這樣的狀況 謝謝 好 我想這個普京 在這個六月十二號的這個 他們國慶日裡面 然後在一個公開場合講 就講說基本上目前俄羅斯是在一個 這個困難的時期 這個部分 那在我的印象裡面 從去年二月一直到現在 今年的六月 也打了大概一年四個月 我的印象裡面 普京過去從二零二零年執政以來 他很少基本上講一些比較示弱的話 這個是我的印象裡面 所以他講說現在目前二國處在一個比較困難的一個狀態 這第一個 第二 他過去有提也提過一些停戰條件 但這一次的停戰條件 大概是我的印象裡面最寬鬆的 只要西方停止 在供應烏克蘭武器的話 基本上基本上就這個 是不是一定可以停戰 還是說可以思考 抱歉 這個不知道 但是我的印象裡面應該是最寬鬆的一次的部分 所以綜合這兩項 我自己的這個看法 再加上烏克蘭當然我們祝福他 他收復國土 不過呢 我們也要很清楚 就是說這個範圍 說真的不是太大 再加上現在變成烏克蘭是反攻的話 他變成是一個攻方 攻方理論上就會比較比較吃力 所以換句話講 就是說進展理論上會比較 速度會比較慢一些 那從過去 我們也跟觀眾們有分享過 其實當這個四個州 就是從這個盧甘斯克 頓內斯克 然後那個扎波羅勒跟這個赫爾松 這四個州公投入俄之後 其實俄國其實就把這四個州當作是一個這個談判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準點 那甚至包括中國的這個特使 他去走了這五個國家之後 他所提出來的 大概也是類似這樣子的這個概念 那我們先不要去管 這樣到底大家能不能接受 不過很清楚的俄國 他的這個概念 就是以這個作為談判的基礎 然後進行這個持久的這個作戰 所以換句話講 在這個時候突然發現 他這個總統最高統帥講說 我們現在在一個很困難的一個狀態之下 大概約略的也可以來判斷說 確實他的這個軍備恐怕是有一些問題 所以他才會 這其實剛前面兩段話是有相互聯繫的 看似好像分 分開 但事實上是聯繫 所以他現在最重要的是這個西方 不要再供應烏克蘭武器 然後烏克蘭不要再進行強攻 這個只要能夠先停下來之後 就能夠緩解俄國的這個困境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那些跟俄國有關的 有背景的一些所謂的傭兵集團 在未來這段期間會想辦法讓他們跟俄國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雖然像剛剛講普里格基 他不斷地去挑戰一些俄國的這個國防部 尤其他跟這個下一股 就是國防部長 可能不太對盤的部分 他已經攻擊他很多次了 不過呢 既然他講說在某一個時間 他會再回來 那基本上可能更高層級給他壓力 因為像這種傭兵集團 他在非洲其實有很多的一些這個生意 所以換句話講 這些生意如果沒有這個所謂的主權政府 跟當地的交涉的話 光他一個 你可以想他是一個民間企業 比較比較特殊的民間企業 他可以跟這些主權國家打交道 這不是容易的事 所以這個俄國的這個國防部之上 那很顯然就是最高層 理論上應該有這個所謂的 還有最後的殺手艦 或者是一些這個所謂的 要他必須要再回到這個俄羅斯的 這個掌握的一個很重要的這個力量 所以這兩個 如果再結合在一塊的話 基本上俄國或許 或許他會這個重整旗鼓 他現在基本上就是先阻擋了 緩解了這個這個烏克蘭的攻勢 以及設法讓這個西方的武器不要進來 那現在就是另外一個方面 可能就西方要怎麼去思考 怎麼 這到底是不是要一鼓作氣 可是就算一鼓作氣 你從他這樣的這個速度 其實老實講不能說是快 就是說武器可能進去了 烏克蘭士氣 烏軍士氣也高昂 領導層基本上也這個非常的穩固 可是進展可能不會很快速 要在戰場上 如果說今天烏克蘭要在這一場 未來的和談中取得一個好的地位 很明顯的 他就是要在戰場上有一個決定性的勝利 但是如果以這樣的速度來看 可能比較難預期在戰場上會有一個很這個翻轉性的 這徹底的一個勝利來讓他未來在這個談判桌上可以比較有好的這個所謂談判的這個地位 所以梁老師大概您的態度會覺得說他現在的視落應該是真的氣勢上面 我個人覺得我覺得因為我印象裡面他他是一個硬漢 他很少從他嘴巴裡面講出比較是示弱的話 所以他現在這樣講 我覺得應該 我自己判斷是我覺得應該是最困難的時候 的確 因為包括梁老師 您的這樣的觀察 像在今天有看到國際媒體有類似這樣的一個觀察 他們就覺得說這好像不是他們以前認識的普丁 他們覺得這個記者會看起來 就是他的一個演說看起來是覺得說跟以前他印象不太一樣 可是如果就是像林老師這樣講的 目前整個是氣勢是落下去的 那我要請教一下老師就說 會不會有一種可能 因為我現在戰術上面 我的整個兵力上面我是弱的 所以我就開始用飛彈 為什麼 因為我是一種大型的一個武器 去做一個牽制 另外再加上之前 如果說依照烏克蘭的說法 我這個水壩打下去 當然就阻擾了 你再繼續去攻擊的一個進度 甚至他們這兩天有一個新的一個報導 但是因為我不是說很想去提他是 因為還沒有被證實 就是說好像烏克蘭這邊又在指控說 俄羅斯又打了一個小水壩 OK 那當然如果這個是屬實 那老師會不會真的看起來就是俄羅斯這邊 真的進度上面 或者是戰力這樣就是弱了 所以我只好以退為進 希望減緩你的進攻速度 但是另外一個角度也是他的強守的部分 會不會可能烏克蘭也是真的不一定那麼好攻 所以您怎麼樣看說兩軍下一步 這個進攻的這個速度的快慢 還有他的虛虛實實 是很有趣 那其實剛剛主持人跟聯院長的對話 大概已經把我認知的戰場的情況 那普京的氣勢其實也跟戰場有關 那我首先要講的是說其實在巴赫穆特 巴赫穆特這十幾個月 他們所謂的絞肉戰裡面 那俄羅斯其實有做了相當程度的戰略轉向 他也就是說他轉向所謂防禦固守 他守住烏東的四個州 那所以從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你看其實後來俄羅斯加緊部署的 是他的防禦的眾生 那特別是像烏克蘭剛開始的攻勢 剛剛聯院長有提到了 那本來在攻勢就比較容易有戰損 那以前說要十倍的兵力 那當然現在其實已經不是那種短兵交接的時代了 那可能戰力的那個損失會比較小 但是看起來烏克蘭其實並沒有放逐權 他還在測試 那另外還在測試的有一個原因 就是說俄羅斯的所謂的防禦眾生的部署 那基本上他會有所謂的防禦攻勢 戰壕阻止坦克 那我們知道烏克蘭聚集了很多西方 提供的坦克 包括鮑爾 包括埃布拉姆斯 那另外還有所謂的龍尺 他們所謂三角錐形的水泥的一個防禦攻勢 那阻止坦克進攻 那另外其實還有碉堡 他是一個很多層的 那另外很麻煩的是雷區 那二軍步了很很長縱身子 幾公里的雷區 那號稱之前 前幾天烏克蘭的鮑爾的一些坦克的一個戰損 那基本上很多是所謂的經過雷區造成的 所以他們現在需要掃雷 需要時間 也就是說包括水壩 那水壩當然有越來越多的證據 其實去年十月 其實就有俄羅斯的士兵在所謂的自媒體上的訪問上面 那那去坦承說他們已經在那邊部署了 就是說 炸藥 炸藥 對對對對對 那那辛卡霍夫卡水壩被炸也不是第一次了 那他確實有他戰略上的 那他確實是可以延緩 那原本呢 那俄羅斯把辛卡霍夫卡水壩 就是說整個涅伯河當作是一個防禦的公式 阻止 那確實烏克蘭也曾經發射海馬斯導彈去打辛卡霍夫卡上面的橋 阻止烏軍的渡河 那其實這些我想都是戰術的運用 我想整個戰術的指導 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普京基本上是運用 所謂的用時間來換空間 然後其實現在我不認為 就是說整個所謂大反攻 我們期待的就是一般人期待的 對不起 那整個大反攻是一個大公式 那顯然我們現在看到是烏克蘭非常小心的在測試 那這個測試也因為俄羅斯的在防禦部署上面 那已經轉為首勢 那烏克蘭就很難 那個 那在這樣的僵持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看到了心理戰 輿論戰 包括普京也許示弱 但是他也許也是一個心理戰 那包括宣傳戰 甚至外交戰 那例如說剛剛提到的 他提到西方不要供應武器就可以停止 那對於西方很多人希望趕快停戰的人 他會覺得對啊 你不要再西方不要再供應武器了 俄羅斯也停戰 大家坐下來談 反正終究是要談的嘛 那當然烏克蘭是希望有一個 現在北約跟烏克蘭 他們是希望有一個比較好的戰果 就像斯多仁伯格 伯格前天在華盛頓跟拜登 跟布林肯提到的 那有好的戰果之後 在談判桌上會比較有利 那這是目前西方的一個策略 那普京大概也就抓住了這個部分 那就是說我們趕快談 那也就另外製造了一個西方不願意 和談 要繼續打的一個姿態 那這種輿論戰 包括宣傳戰 那另外剛剛也提到 那北約當然也在 也在嚇阻 那北約內部也有幾個中東歐的國家 希望另外參與戰爭 那目前我個人的判斷 那俄羅斯是希望能夠 其實俄羅斯在很早以前 我就發現他的這個戰略轉向 那他大概就讀 我佔了這四個州 這四個州已經公投了 這就是你們西方的民主制度 那如果大家在這種 目前的高通膨 然後目前的整個經濟不斷的 就是說一個一個挑戰的情況之下 那那看誰撐得比較久 那他以防禦固守來撐大家比底氣 那我想這是大概我們目前看到的 所以所以那另外 我們比較明顯的就是說 烏軍在剛開始 所謂的反攻的戰損比較大 那相當程度是在空優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 那那個那個西方也準備 包括荷蘭也準備提供F-16 已經在訓練他的戰鬥機飛行員 如果從這個部署的話 那我們預計他至少會到秋天 所以他可能也沒有那麼快 可能也沒有那麼快 所以而且對烏克蘭來講 他恐怕也沒有太充裕的武器彈藥 就是剛剛跟三英雄在談 在跟在開玩笑 就是說每個國家 就是俄羅斯跟烏克蘭 都覺得他武器很缺 對那俄羅斯一定覺得 再給我一千臺T90 那那我一定 我今天就不會有這個情況 那烏克蘭說我早拿到F-16 我今天就大反攻就開始了 那不過目前的情況之下 雙方都比較謹慎 是的確 大概大家也都沒有想到 會是今天這樣的一個局面 因為一開始大家都還有印象 這俄羅斯說要進攻的時候 巡攻就是很快的 這樣怎麼樣 秋風掃落月 很敘述的解決 不是 打了這麼久 十多個月了 結果現在反而是俄羅斯普丁 這樣的一個強人 失落了 所以我們現在 如果當這個角度 是攻方已經換到烏克蘭 這邊的時候 他掌握了進攻的進度 還有他的節奏的時候 各位我們來看看烏克蘭 現在的想法 來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這一次烏克蘭總統 澤仁斯均他最近的說法 是說戰鬥很激烈 不過還是要繼續向前走 這很重要 好 敵人的損失 就是我們需要的 也就是說讓敵人消耗的越多 自己的消耗越少 就是好事 所以他也特別強調 現在烏克蘭勇士的力量 還是繼續的向前 而且是有成果的 而烏克蘭的國防部副部長 馬里亞爾 好 他則是講的是說 OK 從二軍手中奪回 東部跟南部七座村莊 而今天最新已經到八座村莊 好 另外在烏東巴赫姆特部分 有十六平方公里 好 那另外 在澤仁斯基的外交顧問 卓夫科瓦 他只是強調是說 反攻行動最終的目標 是要躲回克里米亞 在內的所有領土 這可能需要好幾個月 才能夠實現目標 目前的推進 並不是最後一次反攻 楊老師 我想請教 如果當這個節奏 看起來兩位老師也都解讀了 不會快 而且你看他也都講說 好幾個月才能夠實現 他的目標 而且他就是要收回全部的師徒 您覺得烏克蘭現在的一個節奏 是怎麼樣的設定 因為還有一個問題 他的東西都不是他的 大部分都是外援 所以他現在能夠很充裕是這樣 可是他有沒有去顧慮到說 可能這些support 他們這些的贊助者 支援者的想法 你覺得他是怎麼樣想的 首先我們還是回到這個 剛剛主持人所看達的那一段 就是說現在目前的戰場形勢 那目前我也一樣 就是這幾天我很關心 這個戰場的進展狀況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子 他們從俄乌之間的邊界 從烏東到烏南這一連串 從北到南都有戰鬥 然後目前看到的 大部分都還是以砲擊 小單位的這個兵力進攻為主 是 所以從巴赫穆特 因為我們講那個巴赫穆特 打了十幾個月了 然後再到這個敦內斯克的 Pervormaiske 然後再到烏南 就是拉波羅勒的這個 Starlomaiske 這一線 我目前看起來是一個 很密集的炮火的進行 跟小部隊的這個兵力的交火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子的 就像剛剛這個親摩松 所講的 目前看起來烏克蘭 比較像是在用測試的方式 來看看這幾個地方 因為這個邊界非常長 看看哪一些地方是比較適合 烏軍去進行突破的 那因為我們也都知道 就是說對烏克蘭來講 他的戰略目標是什麼 他的戰略目標很清楚 我認為這個戰爭非常清楚 他就是希望在目前為止 他希望能夠切斷從烏東到烏南的 這一段路橋 因為他的目標是 如果能夠拿下克里米亞 我們剛剛所提到的克里米亞 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我認為不是直接打到克里米亞 以目前烏克蘭的能量 我認為沒有這個可能性 但如果能夠把從烏東到烏南的這個路橋 把它截斷 我們還記得去年最慘烈的一個戰爭 是在那個馬里坡 那在那個地方 烏克蘭守軍在那個地方守了非常久 後來不信就撤退了 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目前看起來 烏克蘭是試著嘗試的去切斷 那個路橋 那切斷那個補給之後 才有辦法可能去孤立克里米亞 是 不過回過頭來 就是說在測試的過程當中 還有我剛剛講的是目前看起來的兵力 投入不是那麼多 所以我相信可能還有一些的預備隊 在後面在等著 那如果按照這個方式去想的話 再加上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有一些的武器裝備還沒到位 比較有可能的大反攻 他可能還在後面 我認為這有個可能的情況是樣 不過我們回顧一下 我覺得大反攻為什麼選在這個時候 非常有意思 因為我們都還記得 過去在今年的這個三月四月的時候 美國國防部有個洩密案 所以本來講好的春季大反攻 現在延遲到這個夏季大反攻 然後在整個反攻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美國 烏克蘭的軍情局的局長 拍了一個影片 讓大家 跟大家講說 小聲 不要講話 整個完全不要 什麼意思呢 我覺得這個過程是烏克蘭在跟全部的人講 他講一件事情 不要再洩密了 所以這整個 我認為在戰場上的戰術的規劃 戰略的部署等等 大概都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所有的反攻的計畫 盡量不要被敵方指導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說 我相信他們是有另外一個步驟 在後面在等著的 另外就是說這個時機恰當嗎 就是說因為接下來會談到就是說 這個戰場到底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烏克蘭的進攻 因為他改成進攻方了 所以他一定會有比較多的戰損情況出現 這一定會的 然後也提到就是說我們拿到了烏克蘭拿到了一些的村莊 村落 然後大概拿了將近百平方公里 不過看起來目前這個都不太像是決定性的 關鍵的戰役 我認為過去一段時間 很長一段冬季的時間 到現在這個大反攻的時間 雙方之前都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儲備大量的彈藥 這件事情 我想可能他會非常關鍵 決定烏克蘭的反攻 可以反攻到什麼時候 堅持到什麼時候 我想這件事情是我們觀察未來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最後當然就是說 冬季過後的軍事整備 兩方 俄羅斯跟烏克蘭 他們都在做這個軍事整備 那我也知道大概大體上兩方都在準備了 都新成立的一些 鷹旅級的一些戰鬥單位 那這一些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這些新成立的部隊 那他們未來如果投入到戰場上面的話 能不能夠發揮效果 我想這些都是我們未來觀察的這個部分 楊老師等於點出一個點 就是在最後一刻要有最強的戰力 那如果這個角度 當然我們就會看到是說 難怪兩邊現在先把戰力累積起來 一邊是可能包括像剛剛 詹老師有提到像F16的訓練 那您剛剛有提到說我彈藥 空面可能一波一波再陸續再進來 俄羅斯之間看起來也是一樣 所以當然如果這個時候 他來喊這句話 看起來三位老師這樣解讀之後 我們就大概聞到 現在普廷在想什麼 我們帶各位再來看一次普廷他的說法 來 普廷他是想說 二軍在這個特別軍事行動中 缺乏很多東西 這是他對記者的講話的時候 他是講到 精準導引的這些彈藥 然後這些飛彈什麼的 通訊設備 飛機無人機 我們有啦 但數量還不夠 所以這是不是就像剛剛楊老師講的 數量還不夠 所以他現在用時間 空間來等待 然後來看看有沒有辦法累積 足夠的量 在最重要的一刻來做一個攻擊 好 那他也提到這個 在這一次的過程當中 他現在考慮要退出黑海糧食協議 好 因為他加入協議 是要幫助非洲跟拉丁美洲 這些友好國家 可是西方國家讓 承諾我們糧食 可以出口到世界市 世界的市場 看起來他們又被騙了 然後另外他也強調就是說 那個水壩 是烏克蘭 用海馬斯火箭多次攻擊 不過火箭攻擊之後 是不是那樣的狀況 可能這個世界各國的軍事專家 也會有不同的角度 好 另外呢 最後他就是強調最專業的 一句話 解決問題的關鍵 就在西方國家 你們如果希望談判 結束這個衝突 那麼就停止提供烏克蘭武器 供應武器跟裝備吧 好 當然講這句話 人家會不會信 我不知道 我們來看一下西方國家 或是各國他們怎麼說 北約秘書長史多騰伯格 好 算快要卸任了 不過他也強調 烏克蘭正在反攻中取得進展 現在是初步的階段 這場反攻將是獲得 談判籌碼的一種方式 預料下個月 北約領袖峰會會再增加 對烏克蘭的軍援 而美國對於烏克蘭的軍援 更是擴大 好 現在分五次提供烏克蘭 七十億美元的軍備援助 已經超過了六三億美元 而六月十號宣布再加碼二十一億美元 軍援 十三號國務院也宣布 還有三點二五億的美元軍援 而且裡面有很多的物資補充 還有他的一個彈藥的部分 梁老師這說起來是尷尬的 他說 拜託你不要再增加了 可是你覺得西方各國會聽他 這樣子說嗎 這個我想就是剛剛 延續剛剛所提的 就是說我們要看看這個同一個人 在這場同一樣一件事情裡面 從剛剛一開始一直到現在 他的這個所謂的發言 包括他的這個強硬的這個程度 是怎麼樣 那我剛剛是講說 他這個這次所提的這個 我姑且稱為假設叫停戰條件好了 應該是最寬鬆的一次 那當然這個是不是做準 就是說他是會實現 他所這個所提的 我不敢講 因為他剛剛不是也提了嗎 就是說他也覺得西方國家 也騙了他 所以換句話講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他既然講 我剛剛一直覺得那兩段話 就是他覺得現在是俄羅斯 最困難的時候 然後他希望能夠爭取一點時間 所以換句話講 他講說好啊 那你們如果能夠對一些 想要和平的人 他講說你只要不提供這個武器的話 那基本上我們就可以來這個談停戰 那至於這一點 我我我剛剛講了 我說這個是不是什麼叫做不供應 這個基本上很 這個定義也很模糊 就是說從他開始講之後 從此各國 尤其以美國為首的 都不再供應了嗎 可是又跟原來西方的規劃 西方規劃其實老實講 就是讓烏克蘭獨自來面對 就是自己來打這場戰爭 他們唯一承諾的就是除了提供軍員 情報分享 還有一個就是訓練軍隊 這三個他們都做了 就是西方以美國為首的都做了 所以換句話講 這個要的就是烏克蘭自己來 在這個戰場上獲得一個決定性的 這個勝利 這是西方我想到目前為止 他最想看到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景象 只是剛剛兩位老師 剛剛包括我剛剛也特別提 就是說烏克蘭基本上他也走這條道路 可是速度應該不會太快 然後是不是會要到一個 很決定性的這個所謂的這個勝利 恐怕也困難 如果照這樣的這個速度的話 恐怕也比較困難 這部分 那我想度過了這一兩個月 我再猜這個俄羅斯 大概是這一兩個月 應該是最最困難的 這個部分 那為什麼是這一兩個月呢 因為就剛剛講的 還有另外一個因素 就是他這一兩個月 就在盤整所有的 可以這個結合的 這些傭兵部隊 那剛剛那個瓦格納 當然是最多 最大的 而且是最 大家最熟悉的 但是還有一些的這個部分 我想應該也是跟俄國 有相關的一些這個民間的武裝力量 我想這個基本上這一兩個月 應該是在在想辦法把這些結合的 更更緊密的這個這個部分 所以換句話講這個當你在戰場上 當你在武力上比較弱的時候 你當然就希望提出一個比較寬鬆的 這個條件 那對方如果願意這個來談的話 那基本上是最好 不過以我們現在觀察的西方 大概這個可能作用不大 就是西方 尤其是美國 他已經照著他的這個步調在走 那我也曾經跟觀眾分享 就是說接下來 美國會做改變的時候 是他開始 總統大選的時候 開始 那個他的政策才會做調整 一到到目前為止 應該都還是持續維持一個軍援 烏克蘭 而且可能速度會比較快 因為他這個其實是打一個心理戰 既然俄羅斯示弱的話 那我就趕快加強 而且我這個我不敢講天天宣布 但是我就經常可能兩個禮拜 一個月我就宣布一次 我要給你多少的這個 這個軍援的這個部分 但是我們要觀察 那個軍援是宣布了 到底有沒有到位 到位多少 這個可能是 就是說我們在觀察 更細緻的話就要看 那這也是烏克蘭 他行動是不是很果決 很果斷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察指標 就是說西方 尤其美國宣布這個軍援 但是軍援如果沒有到位 對一個前線的來講 對一個指揮 就最高統帥來講 他基本上他很清楚的知道 他現在庫存 他現在手邊有多少東西 所以跟他的這個所謂的進展的速度 跟他說話的那個強度 其實都都都可以間接的看到這個 這個武器到位的數量是多少 是 您剛剛提的 也是之前這個瓦格納軍團 俄羅斯這邊的傭兵軍團 那個普里格金也一度翻臉也是一樣 他沒有得到他該有的軍援 所以他說我不打了 結果他說我給你 好 我再回來 結果發現又被騙了 所以的確對於第一線的士氣來講 剛老師講這也是一個很重要 不過另外一個重點是 當然如果我同一邊陣營的 我當然希望另外一邊 不要得到任何的軍援 所以現在當然對俄羅斯這邊 當然不希望西方給他 可是換個角度想 站在歐美角度 他也不希望中國甚至是這個北韓 也來參與這個物資的提供 或者是一些這個武器彈藥的提供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這個北韓部分 好 來 根據北韓中央通信社的一個報導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六月十二號 俄羅斯國慶日發訊息給普廷說 我們能夠有更緊密的戰略合作 對於俄羅斯人民表示支持和聲援 這個是只是一個話 口號還是真的實質 要給一些戰略物資呢 我們看到美國之音VOA的報導 他說這樣在去年十一月 北韓就向俄國的瓦格納 傭兵集團我們剛剛說過了 運送步兵火箭還有飛彈等等 大量武器彈藥 而且今年三月俄國的士徒 提供北韓糧食援助 來交換二十四種武器和彈藥 這完全是經貿的 我們講說經濟貿易對不對 最基本的就是你缺什麼 我給你什麼 兩邊剛好交換對不對 好 可是問題就好玩了 你現在的武器跟彈藥 是美國最不希望俄羅斯得到的 所以美國很擔心 所以現在會加強監控 而且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還強調說 他希望烏克蘭反攻獲勝 就像剛剛看到這斯多騰伯格 北約的密斯坦他所講的 希望能夠更多的一個層次取得之後 能夠加強談判的地位 張老師你怎麼樣看 如果這個局面會不會現在已經不是兩個國家 現在已經變成兩大集團 在那邊畫帕拉肯 而且就是武器的供給互相相對 如果這樣角度的話 你覺得今天俄羅斯講說 只要不提供 我們就可以來談 這句話現在來看的話 如果在這個背景之下 有意義嗎 當然還是有他相當的策略應用 那不過這次包括金正恩在所謂俄羅斯日 就六月十二號 他所特別發表的 就是要跟俄羅斯站在一起 那我們不得不欽佩他 對於局勢的掌握 其實很精準到位 對 那基本上那就像他發展所謂的核武的策略 是一樣的 那因為北韓那基本上他其實不只從西方勒索 他也從中國勒索 他甚至也從俄羅斯勒索 那所以包括那個剛剛的那個螢幕上提到的 包括三月份 他就曾經要換糧食 那如果西方你們想阻止的話 你就拿糧食來換 那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金正恩也許在治國上面 他沒有辦法提升北韓的經濟 可是在國際關係 我是覺得他玩得蠻上手的 那剛剛提到軍援 我倒是覺得那美國的軍援比較 就西方不只美國 軍援 他的數量 那當然數量很重要 但是那個我倒覺得那種精準到位 就像這一次 那美國就特別在援助部分 他就加強了包括戰車 就是包括埃博拉姆斯 還有所謂的貧右穿甲彈 也就是說他不斷地在審視 那戰場上烏克蘭需要什麼 那另外當然也在俄羅斯加強攻擊所謂的烏克蘭 民用設施 特別是造成比較接近人道主義災難的時候 他也會去提升 那他隨著戰場去提供烏克蘭需要的武器 那包括現在已經在部署 所謂的F-16 那至少雖然武器還沒有到位 但是那個心理的震懾 我想是相當相當夠的 那所以從目前那西方援助的角度來看 那就像普京自己承認的 他確實是跟整個北約在作戰 那所以目前的局勢恐怕對他 其實是相當的不利 那另外剛剛那三義兄特別提到的 那現在的整個戰線 雖然沒有大規模的 但是大概從托克馬克 就是那個巴赫穆特北線 然後一路到雜坡羅勒 那我想主戰場大概在雜坡羅勒 那整個所謂的烏軍 那右邊是往那個雜坡羅勒電廠 核電站 那中路是往梅利托波爾 西路是往現在俄軍的指揮中心 馬里烏波爾 那就像三義兄特別提到的 切斷俄羅斯到克里米亞的所謂的那個 那個路上 路上的通道 那只要切斷這個通道 那如果在赫爾松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辛卡沃夫卡水壩 那那河水不會一直蔓延在那裡 他退掉以後 他就是一個兩百多公里的寬度的 一個沒有防守的一個眾生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個人倒是認為 那另外如果烏軍在 金族的在 在把克斯塔橋再毀掉一次的話 那整個我想那個 那個克里米亞半島就在 幾乎就是被孤立了 那克里米亞半島很特別 他其實沒有太多的路上的防禦 他是反艦的導彈 他是海空軍的基地 那所以呢 這樣子 其實我相信他烏軍積極攻 札波羅的這一線 就像剛剛三義兄特別強調的 那是相當程度增加 普京的內部的壓力 也就是讓普京獲起蕭牆 那克里米亞有他相當的軍事 跟對俄羅斯 對斯拉夫人來講 是一個心理上很大的因素 那當年那個凱薩林女皇 那費了九牛二五之力搶過來的一個 那所以那烏克蘭顯然也看到了 普京內部的壓力 就像剛剛也提到了 就是有關瓦克納集團 跟國防部長邵逸谷 那瓦克納集團已經宣布 他絕對不會去登記 邵逸谷要求他在七月一號 就六月底之前要去登記 等於要接受所謂俄羅斯國防部的指揮 那現在這就是普京的一個難題 也就是說普京在內部有 我們看到的有似乎有越來越內部 有難以協調的一些困難帶 這是我們看到的 那我們沒有看到的恐怕還有很多 那增加普京的壓力 所以呢就像那個 連院長剛剛提到的 心理戰也是一個相當的 那普京希望那個減緩 就是說就是增加所謂的美國援助 烏克蘭的壓力 那透過輿論戰 那烏克蘭也希望來製造俄羅斯國內 對於普京的一個不諒解 來改變克林姆林宮 那也許這樣才能達到真正的和談 是 楊老師想請教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了朝鮮 這個北韓部分 但是也不可忘記 在俄羅斯後面 他還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叫做中國 現在中國看起來東西也很多 就是連老師上次來節目 都印象很深 所以中國在時間 他的武器存量是足夠 那如果後面有一個大戶 support 那這不得了 這個應該 他的各方面的一個存量 是相對就是足夠的 現在中國態度會是什麼 因為他如果真的出手 我覺得可能歐美國家 可能對他就是等你這個機會 我要打你 我要修理你 但是問題是他如果不出手 會不會也可能讓這個局面 他跟俄羅斯這好朋友之間的局面 不一定很ok 你怎麼看中國在未來 可能扮演的角色 我先補充一下 剛剛主持人提到的 這個北韓跟俄國之間 這個開始進行戰略合作 這個軍區的供應等等 這個在過去 我們就已經有看到了 因為北韓 他是被孤立的國家 所以基本上 他遭到國際間的封鎖 他對於能源跟物資 糧食是非常需要的 那在這方面的話 俄國我們都知道 他是能源大國 所以這個北韓跟俄國 本來就有一拍即合 所以過往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根據美國人的情報指出 北韓本來就幾乎在採用 異物異物的方式 來跟俄國來進行交易 這個這個沒有問題 現在的情況是 為什麼北韓這樣做 這個時候講這些話 剛剛有提到 我認為很重要一件事情 我們回過頭來看 這一段時間 美國人在東亞地區 做什麼事情 一 華盛頓宣言 美韓華盛頓宣言 他決定在這個釜山 配備這個核潛艇 然後再加上橫須賀 再加上現在臺灣 我們這個潛艦國造 據說今年要下水了 再來我們看到菲律賓的 這個美軍基地擴增 再來我們看到AUKUS的澳洲 潛艇 現在澳洲的美澳之間的這個做法 大概是先讓美軍的核潛艇進駐 再來購買 再來自己製造 大概這個三部曲 可以看到美國人的第一島鏈 跟第二島鏈幾乎是合併起來了 我目前看起來是這樣子 所以回過頭來 我認為這個 這是傳統典型的安全困境 就是北韓在這個時候 大概感受到相當相當大的壓力 就他現在靠過去俄國 我覺得一點都不突兀 這看起來是傳統的 在國際戰爭 政治上面的一個海權國家 跟陸權國家的重回冷戰時期 這個對立狀況 所以現在目前看起來就是說 北韓很需要 在一旦朝鮮半島出現問題的時候 俄國因為俄國我們都知道過去的朝鮮 六方會談裡面俄國的角色是最不明顯的 現在回過頭來 大概我認為北韓是需要俄國 在這個議題上面 扮演一個比較清楚明確的角色 當然我認為 如果走到那個部分上面 就在東北亞 中 俄 朝 這三個國家的聯盟 再回過頭來 再加上我剛剛所講的 這個美國的這個 等的大戰略 在東亞歷史大戰略 那這個情況就 我認為就相對的緊張一些了 有一些 我再補充 剛剛有一個那個 我們剛剛講到那個水壩的 破壞 水壩破壞就如同我們之前 所談到的這個克斯大橋 還有這個北溪一號二號的破壞 都被破壞了 然後大家的第一個想像 就是說到底誰破壞的 那現在你知道嗎 到到目前為止 這個北溪一號二號的調查報告 正式的調查報告 還不知道到底是誰誰誰誰 誰誰做的這些事情 所以回過頭來 我通常不去 我們通常不去研究 到底誰真的會幹了這個事情 回過頭來 我覺得應該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水庫爆炸 可以帶來什麼效果 第一個我認為這是 遲滯進攻方跟防守方 我認為這個讓進攻方 在進攻的過程當中可以遲滯他 我覺得這很重要 第二個我們都知道 因為水庫爆炸 他的下游的居民都會受到影響 下游居民受到影響的時候 這時候有能力去處理這些水庫難民的人 會是誰 軍方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過程裡面 可不可以就是說 我們可能還要再等多一點的 這個資訊來告訴我們 就是說這個時候兩邊的指揮官 到底有沒有撥出更多的人力 去做這件事情 但目前看起來是沒有 所以我所以我目前看起來就是說 水壩他作為所有的戰爭過程當中的那個技巧性的做法 他都是想要去拖延或者是去破壞什麼樣子的目標 所以目前看起來這個他能夠達到的那個效果不大 但實際上我認為這也可以對未來 包含在兩岸關係裡面 都有很多很多的參考用意在 是的確 像您剛剛講的就是說 如果一旦真的是中國也在involved 在這裡面的狀況下 這個中國朝鮮 北韓還有包括俄羅斯 這樣的一個部分的一個結合 跟另外一個集團講 看起來整個局勢會更緊張 當然這就會很好玩 就像我們剛剛一開始講到 好像這個局面變了 變得是烏克蘭掌握了這節奏 而且可能時間空間的一個角度 可以讓這狀況彼此是延緩 可是這延緩看起來並不是真的延緩 也並不是整個緊張的程度是放鬆 反而是有一種三與欲來 雙方各自集結 準備最後一個戰役去對互相 怎麼樣去打出最後一個結局的狀況之下 各位那這就好玩了 第一個大家要怎麼等 因為國際社會當這樣的一個不確定的戰爭因素的時候 不是就是連我們在這邊 我們都感受到經濟 還有包括國際安全的一個壓力 好那國際社會又願意付出多少的力量 持續讓這場戰役繼續走下去 更不要講我們剛剛一開始的 我們的新聞就看到了 白俄羅斯他要部署戰術核武 天啊這是要怎麼樣最後一個關鍵武器嗎 所以最後一段我想請問三位老師 是不是來解讀一下國際社會面對這場可能是好久戰耐久戰 到底還有怎麼樣的耐心或是怎麼樣的心態去面對它 還有最後可能怎麼樣的結局會是大家要關注 我是信聰 梁老師這邊 我我個人覺得就是這個接下來那個布林肯去訪問北京 這個會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看似好像美中關係 但是美中現在目前的這一組關係 跟國際間的一些熱點問題 都會有一些問都會有一些牽連 尤其是這個中國大概是在這個這次俄物戰爭裡面 基本上目前當然包括俄羅斯都很清楚的講 就是他現在的困境是由於這個 我把他解讀成就是因為西方供應很多烏克蘭的武器 所以他才會講說基本上他現在很困難 然後西方是不是可以不要這個武器 但反過來看俄國 俄國剛講的 除了那兩項 還有一項就是 就包括剛剛這個我們這個圖卡 也有講的 北韓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是中國 中國到現在至少西方沒有這個 他只要關切這個致命性的武器 甚至都沒有抓到這個致命性的武器 但是一般的這個這個所謂的 不管是糧食也好 或者是武器也好 到底供應多少 其實並不清楚 並不清楚的這個部分 所以這次布林肯去北 北京 而且這次是這個延續上一次 因為一顆氣球而打斷的 然後呢 這次去之後 我想除了討論美中之間的關係之外 我想俄烏應該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一個點 至於說這個點 基本上應該是布林肯帶著美國的希望去 希望中國基本上照著這個方式來走 但是我個人覺得中國或許 如果能夠改善美中關係的話 他或許在俄烏這一塊 稍微可以聽聽美國的 但是我個人覺得是有底線的 底線就是這個俄國絕對不能垮 這是他最重要的底線 也就是說這個中國基本上就是俄國 是國際間少數幾個大國 基本上能夠跟他一起 在國際間並肩作戰的這個部分 雖然外界有很多的猜測 覺得說哎呀 這個萬一俄國垮了 基本上這個大家可以瓜分 這個所謂的俄國 中國 也可以分一杯羹之類的 但是這個基本上 我個人覺得這個基本上 這個在目前的這個國際間的 這個行使裡面 我覺得中國還是希望這個俄國能夠跟他這個維持一個怎麼講 是一個立場上對一些國際議題上的這個態度一致 而且是俄國是因為過去是蘇聯 所以他美蘇之間的這個的這個 所謂的博弈 是 俄國是很有經驗的 所以中國其實還有很多的經驗 要從俄羅斯這邊來學習 是 好 那請分析中國 張老師我要請問一下 之前也聽過嘛 歐洲之希望是說 也不一定有那麼多耐心 那個能量繼續去support在這一塊 我們也知道在美國 事實上他們的共和民主兩黨 對於在烏克蘭這件事情上 之前也曾經一度有所分歧 但是現在看起來應該還是全力support了 您講話看歐美對於這一場戰役 如果變耐久戰 那個耐心或者持續程度 確實 這這恐怕也就是普京要賭的部分 那不過我完全同意剛剛連議長提到的 那中國的角色 以及他中俄所謂的不是聯盟 盛世聯盟 也就是說地緣戰略地位 他必須要互相扶持 那他其實也跟山藝教授剛剛提到的 就是有關美國在東北亞的部署 那其實美國包括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 其實他已經結合起來了 那其實他整個防衛不只是針對中國 也針對俄羅斯的遠東地區 當然也就針對了北韓 那所以整個局勢 整個全球的一個局勢 是被整個串聯在一起的 好 那那個另外剛剛提到那個 那個有關核武的問題 那核武其實也是一個所謂底線思維 或者是極限思維 那他是一個極限施壓 那部署到俄羅斯 會讓普京的核武的威脅更有彈性 那普京其實戰前就開始用核武威脅 他的核演習 那他戰爭開始後不久 他也也發佈了那個 那個那個導彈 包括 極限速導彈的測試 那這些部分我想大概就是防止 相當程度威嚇西方的介入 因為其實在過去 普京的核威社無往不利 那當然這也就造成了 其實整個世界的核武危機 那包括這次G7會議的那個都有提到 那甚至末日中都被調快了十秒 那所以從這個面向來看 我們可以看出 那他也就是說 整個現在的全球的 其實即便在自由民主世界的人 他相當程度都有一個焦慮 那即便在臺灣的人也在焦慮 中共會不會侵臺 那另外當然俄乌戰爭 如果不趕快解決 確實對西方的政治家都有那個 那現在在美國 那共和黨其實比較佔優勢 那川普 那目前民意支持度最高的川普 他曾經號稱 他說一天就可以讓普京撤軍 那我想這大概就是所謂拜登政府 必須考慮的一個部分 最後是不是請 要是幫我們壓軸結論一下 是 我是這樣子看 就是說從兩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是全球的層次 全球的層次大概就是核武的擴散 剛剛有提到這個核武擴散 不只發生在東亞 也發生在歐洲 所以核武擴散的意思就是說 讓核武 爆發核武衝突的可能性變多 因為他擁有核武 部署核武的國家增多了 擦槍走火的可能性也就增大了 我覺得這是比較 一個危險 比較 比較一個風險 跟這個伴隨相關的就是冷戰的幽靈 冷戰的幽靈在東亞地區 在歐洲地區大概冷戰的幽靈 大概再回來了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所有的 除了強權以外 所有的中小型國家 大概都要思考在強權 不斷競爭的時候怎麼辦 你要直接的往這方面去 還是你要盡量的避險策略 這些 學術界有非常非常多的討論 我覺得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做分享 再來一點就是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四年是一個關鍵年 有好多的國家都在大選 美國的大選 俄國也在大選 臺灣也在大選 在大選的過程當中 不管不管是在民主國家或極權國家 大選都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我們都可以看到說新的政府上臺之後 他徹底退翻了前朝政府的這個政策 所以他是一個很重要的變數 另外就是在俄污戰場上面 俄污戰場上面 打到目前為止 我看起來還是 我的觀察都是這樣子 決勝點 關鍵時刻還沒到 那這個關鍵時刻還沒到的話 談 關鍵時刻還沒到 去談這個談判 這個都還有一段時間 然後我覺得他可能都還沒有辦法直接進入到這些領導人內心的世界裡面 所以那個關於關鍵時刻 關鍵時刻大理上就是 他是可能是一場戰役 或者是他是一場國內的來了一個什麼風暴等等 在國內因素跟國際因素 戰場上的因素 要有一個 我認為它是一個很明確的因素才有辦法 這個跟股市其實非常的類似 有什麼訊息來了 我們才有辦法判斷未來的走向 是 那像剛才林老師有提到 像這一個布林肯仿鐘可能是一個關鍵 也跟各位觀眾朋友預告 下週一 我們會談這個議題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感謝您的收看